赛敦为了躲避缅甸的风灾和战乱 带着太太逃到了马来西亚 生儿育女 该是幸福美满的开始 老天爷又给了她一个难关 小儿子赛赛一岁半的时候 被诊断出患有新天性的肾衰竭 需要洗肾才能够保命 所以我们讨论过后 我们决定一定要帮她 尽管医药费有了着落 但儿子的病情依旧不乐观 赛敦决定要完成儿子的三个愿望 当时年仅七岁的赛赛 许下了第一个愿望 去老龄院布施 第二个愿望逛卖场 赛赛和哥哥从来没有买过玩具 难言喜悦 第三个愿望在亲友及志工的见证下 和哥哥在槟城缅甸寺寺庙一起出家 因为之前她难过 因为觉得说 赛赛可能就要离开他们 但是她想到明天 赛赛就是要去出家了 她就是把她的孩子 全交给佛菩萨 坦然面对生死的课题 要用最珍惜的心 把握当下最圆满的幸福 大海新闻于少年 李佳莹 马来西亚报道